另外我们可以说回过股方面的消息 中兴控股配股集资 发行最多4700多万新股 给高领资本旗下两家公司 占却大后的股本大约2% 折让大约9% 集资大约30亿 股价今天开始升超过一成 其实高领大家现在听到这个名字 好像一个指标来的 看到特报做得这么好的时候 你看到高领今天中午还可以升超过半成 是否可以是一个作为指标来跟进 今日的高领就好像当人的契马一样 至于跟高领是否必赚 如果把所有的持股统计回来 就未必的 似乎暂时就割一半 但也有一定的指标作用 至少高领在这个时间选择入股中升 至少对于一些汽车代理或汽车经销商 其实投下了一个信心的一票 至于是否在这个位置去跟高领入场 可能今天就没必要的 始终本身之前中升局已经升了一段 加上这个时间出完之后 其实再升了一阵 所以如果短线跟进的话 可能就面对调整风险是比较大的 反而就是等到如果调整 例如下到大概68元 即是上一轮升浪的顶部的时候 其实那个位置就可以考虑收集的 另外就是高领入这个中升 其实代表了对于内地的汽车经销商 投下了一个信心的一票 内地汽车经销商在香港上市就不止中升 因为与中升的经营情况相似都有几间 例如经营效率是差不多的 例如永达1669或者美东 其实两间其实都可以考虑的 尤其是永达相对的估值 是比中升 尤其是中升之后 永达的估值相对来说 是低很多 现在只有十多个PE 中升已经升到26倍 即是2021预测的PE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中升会有机会追一追 即永达有机会追一追落后 所以这些就可以考虑 或者是美东这一类 其实就可以都想一想 至于其他经营就跟这几间差一点的 可能就短线会追落后的效应 但是长线来说 如果那些经营效率 那样东西没有改善的话 其实就很难追得上 就是永达中升或者美东这些升幅 所以短线来说 就算追落后也好 建议也是考虑选回这条中升 即是近似的 例如永达和美东这类类